感悟人生分享快乐 我是宇哥 应粉丝要求 今天继续为你介绍格斗动画 犯马刃牙 影片开始 公园管理员萨曼正在被全世界指责 起因是他率两军队去猎杀一头非洲巷 面对记者质疑 萨曼说 这并不是一头普通的非洲巷 他个头大的离谱 简直就是史前生物 这头非洲巷 干掉了41个人 900多头动物 一天又吃掉21吨食物 若放人不管 两年后90%的公园会成为荒漠 他派自整个军队队员都不幸遇难 只有自己侥幸生存 一个手无寸体的黑衣男人救了他 此人正是犯马勇次郎 地表最强男人 小明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学生 他被坏同学们逼着 跑去任牙所在的学校 提出和世界上最强的高中生约架 几位任牙的手下败将 让小明放学后再多毛穿倒 任牙汇准时前去赴约 缓宽时分 任牙这个世界上最强的高中生 居然真的来应战了 小明战战兢兢地掏出小刀 任牙也很人真地脱下外套 露出剑术的肌肉 准备开战 小明没想到任牙对自己个小学生居然来真的 他还以为任牙会笑笑 放过自己 任牙问小明会游泳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 任牙瞬间消失在眼前 从背后突然出现 一掌拍在小明屁股上 小明第一次体验到了飞行的感觉 在水里打了几个水瓶后 掉进了河里 旁边几个看热闹的坏孩子看懵了 但这条河很浅 不用游泳 小明直接站了起来 这是小明12年来人生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个男人 与任牙成为了朋友 任牙说自己对小明舍出了权力 是那些坏孩子力量的百倍 三个坏孩子看上去弱小的许多 今后小明不会再怕他们了 这时崔上尉带来了泳子狼轻松击败巨型非洲巷的消息 而泳子狼已经接受了任牙的挑战 现在是向老爸回应的时候了 任牙准备先随意找个人练练手 说吧便开始挥起了空气拳 这是一种假想训练 想象对手在面前 躲避想象中的攻击 向假想的对手出拳 任牙越来越快 越来越尊重 简直像是面前有个真实的对手 小明渐渐看到了任牙想象中对手的样子 对手出拳被任牙躲开 任牙应该如风一般的全速攻击对手 小明是个拳击迷 后看到了任牙想象的对手 是前重量级世界冠军铁人Michael Michael的速度像那黄金石器一样快 任牙很快吃了一滴上钩拳 再然后是Michael的制胜组合拳 又一滴上钩拳击中任牙的下落 任牙居然真的受伤了 任牙表示自己热身完了 缓缓走上前 一脚踢在Michael的脸上 Michael瞬间击败 他的幻影消失了 三个坏孩子不明白 为啥任牙会被空气打伤 我手上有五颗酸梅和一片酸柠檬 我要把这些全塞进你们嘴里 把你们的嘴捂住 所以你们只能咀嚼他们 果然孩子们的口中有了反应 这就是著名的条件反射 人可以仅凭想象 令身体做出相应反应 回去的路上任牙告诉小明 自己与Michael的对战 只是个小小热身 任牙带小明去了他的住处 这附近到处都是涂鸦 写满了对任牙的咒骂 这些都是没机会任牙对决 只能通过涂鸦方式发起的loser 进屋后任牙开始 在房间内坐拉伸 只有与小明一起进了地下室 这里只有一张桌子 今天老爸和恐龙大甲的非洲象对决 那自己也要找个强好的对手已是回应 正说着比大象更强的对手也将攻了过来 这个对手竟然是桌上的螳螂 一对一对戒中 昆虫是高手中的高手 野兽都不是对手 老虎和狮子 勉强能拖走约800公斤的猎物 猎物是自身重量的三四倍 昆虫却能搬越自身七八倍重的猎物 一路不停地将猎物拖进洞穴 30公斤中的小明 绝对搬不动一个200公斤的人 一头鹿能跳十米远 但相比跳脱或炸猛 这根本不算什么 比自己重量轻几千倍的昆虫 力量却并不弱 如果体重一样的话 人绝对赢不了它们 中国古代武术中 就有著名的螳螂拳 它们的出拳 决绝和撕咬 各方面都堪称一流 且没有弱点 若体重超过100公斤 它们绝对能猎杀非洲性 任牙决定凭借想象 创造出与100公斤顺的螳螂之间的对决 说话间 任牙率先出招了 这是打败铁人迈克的一角 却根本无法奏效 任牙露出了紧张又害怕的神情 抬走看着 这只无形的旁人大物 人物快速登地 倒错了好几步 任牙用左脚飞机 却被螳螂抓住了 无法动弹 费尽力气才挣托出来 但马上又被螳螂打到了屋顶 这一截力量实在太强了 小明跟着任牙的动作 想象着它的空气对手 渐渐看见了 那只超过100公斤螳螂的全貌 这只巨子的螳螂 真的很令人绝望 泳子狼可以打败恐龙大侠的非洲性 但不管它多强壮 也是因为体型占优 如果它像昆虫一样大 力量就像毛毛虫 任牙舍出绝招勾起腿 速度与时间刚刚好 却无法击倒对手 那属于没 螳螂的头里没有大脑 不会像人一样有脑震荡 所以攻击头部没用 任牙在后边擒住了它的脖子 发现螳螂仍在盯着自己 它开始反攻 眼看又被吃掉了 这是场历历的较量 任牙一个蹬出来 艰难挣脱出来 人偶再次跳出来 给了螳螂一拳 即使它的身体如钢铁一般坚硬 任牙要做的也只有一样 战斗战斗再战斗 任牙搅住了螳螂的反关节 惊得按在地上 准备折顿它 却为螳螂一爪的心扉 撞在桌子上 小螳螂掉到了地上 任牙也冒着险 意识到对付它武术行不通 它对这场幻想出的战斗 太认真了 小明劝任牙放弃 任牙根本没听进去 螳螂这双眼睛没有盲点 不管它面朝哪个方向 都能看到房间的每个角落 任牙试着攻击它的脖子 没想到这招收到了奇效 方才自己下意识 用了螳螂拳 抓到它的弱点了 很久以前 中国有个叫周雅门的修行之人 在森林里发现一只麻雀与螳螂打架 没想到弱点的螳螂 最后战涉了麻雀 螳螂的力量深深震撼了雅门 它开始学习它们的动作 最后创造出了螳螂拳的绝技 任牙将不同物种之间对决 变成了同一种武术之间的对决 螳螂拳对螳螂 任牙用双肘戳动螳螂脖子 人肉又是一记高提腿 避开螳螂的攻击后 再次两连击 螳螂连连后退 它的进攻强而有力 防守却不行 任牙再次避开攻击 模仿螳螂的动作落地 任牙也渐渐适用了对手的攻击 表情渐渐变得放松 动作变得越来越有争法 就像在看鸟和螳螂的对决 之间不可一致的螳螂 现在不断退让 任牙取责了这场胜利 幻想着的螳螂消失了 与地上这只小螳螂 别回了几下后 将它放回了箱子 这家酒店 有个流速每小时20公里的杀人泳池 就连奥运选手都受不了 只有一个人落在其中 那就是泛马泳子狼 他的姿势活像着熊腰 也已经游了一个小时了 游的还是最消耗体能的蝶泳 简直就是这只杀人精 崔圣卫带来了任牙 击败100公斤螳螂的消息 泳子狼听后笑疯了 也于那者是毫无意义的想象 甚至不如一只小狗来的尸鸡 再看另一边 美国总统布什正在举行巡游 安保是平时的十倍 他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绑架了 没有一人看到当时的情况 回放录像才看到 绑匪居然是任牙 他将布什带走了一家餐厅 年纪十八岁的任牙 悠悠不时将自己关进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监狱 那里是关不住的男人奥里巴特的地方 面对强大的任牙 不时无法拒绝 也不需要拒绝 毕竟任牙既不屠材又不害命 只是有种美决越越的既视感 就这样任牙被顺利送往 亚利桑那州立监狱 一切都进得得非常快 美国有两个五边形建筑 一是美国国防部白色五角大楼 另一个就是这个被称为黑色五角大楼的监狱 任牙之所以要来这里 当然是冲着奥里巴去的 一听到任牙的名字 奥里巴马上叫人带任牙过去 这条通道里都是犯下特殊罪行的罪犯 这些人果然都是些很恐怖的家伙 一个个面目可憎 表情刻意 就连任牙都看着心理直发毛 通过一扇门后 眼睛的装潢令人大为震撼 这也还是监狱吗 简直比豪宅还豪宅 强势的一幅幅名画 令任牙无比吃惊 推开这扇门后 终于见到了鸡肉人奥里巴 这间屋子的装潢比刚才有过之物不羁 奥里巴知道任牙想找自己练习 为负责之战热身 但奥里巴告诉他 我是这里最强的人 这里有4070名恶贯小杀我 而你是刚参加职业赛的新人拳击手 首场比赛不能直接和世界冠军打 但任牙才不管那么多 二话不说直接开干 奥里巴单的说 自己下周会有一场对决 对手是4071人中排行第二的人 任牙就和他住在同一间牢房 这间房间有两张空床 欲有铁人麦克 巧是让任牙睡在对面 表示自己在这里都没进前十 前中那几冠军居然在监狱里担惊受怕 另一位老人认得俩别输了 不然第二先生又生气了 第二先生的块头也太大了 第二天一早 大块头让任牙到走廊去 他的身高足有两米四 比姚明还高 任牙私存着要不要和他在这里打 这是真的第二先生 从清洁间走了出来 原来这位小哥才是真正的第二先生 任牙直接问他 如果我在这里打倒你 我就是第二强了吗 每天清晨 监狱暴走的场景都无比壮观 玉井的训话也是狠之幼狠 根本不拿囚犯当人 唯独一人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第二先生简直就是特权王 不用站队 也不用听玉井训话 还和玉井勾肩搭配 悠闲的抽起了小鹰 玉井也仿佛是第二先生不存在 他是唯有艰难的人 还把玉井的手枪拿出来玩 简直无法无天 此时有个有相破背景的大块头 准备挑战第二先生 他改参加综合格斗后 只参加过几场比赛就获得了冠军 在日本和美国一场都没输过 果然大块头开始出言挑衅 并把勺子轻松掰成两半 当成了叉子使用 再看第二先生摔起了勺子 然后一个急刹桌 勺子就扭成了这样 大块头一把掀翻了桌子 将汤弄了二先生一脸 二先生光速夺过玉短的配枪 然后将枪递给了大块头 竟让他射自己的头 人耳在大块头扣动班级的瞬间 被瞬间踢灯 二先生声称 自己可以用大块头最擅长的相扑和打 于是二人来到了体育馆 两人站在圈内 相扑比赛开始了 大块头死了劲扯着二先生的裤子 却怎么也扯不动 二先生一挡下去 啪的一声 击破了大块头的耳末 然后将头发捏成一股铁丝 插进大块头的耳朵里 一捏一瞅 扯碎了他的耳窝 大块头顿绝天旋地转 失去平衡后倒到了地上 但他不服气的再次站了起来 却刚站起来便再次倒地 二先生悠闲的离开了 而大块头被预警直接射杀 因为牌子上写着 善入者无学警告直接射杀 第二先生的名字并不是排名第二 而是因为他是第二代关不住的男人 任牙因擅自与他人对话被预警教训 任牙却一把掰断了警棍 因此受到惩罚 被双手锁住 关起了禁闭室 开饭时间到了 同时的狱友大爷偷偷给他送来了饭 原来第二先生是南北州一座孤岛上的总统 这是个人口不到两万的小国 他原本是个偷窃 勒索 无法无天的海盗 二先生会挡住邮轮 上船镇压船市的人 抢走他们的财务 17岁时 二先生看到 很多人利用金钱和权力 像对奴隶一样对待岛民 被强过的资本主义侵占 立志要争取交代的独立 从小接受过特别武术训练的二先生 开始训练手下 禁止使用武器 赤手空拳对战武器 枪弹 爆炸 训练中伤亡人数增加 却无人退出 就这样二先生的武武器军队成立了 但布施总统并不想让他们独立 认为这是叛变 竟想用炸弹轰炸小岛 最终决定先派兵进岛 控制媒体 不给他们发声的机会 结果正说着呢 二先生的手下小黄就来了 他拿布施当人质 提出自己的国家只想独立 目前美国五十个州中 每个州都有两个二先生的人 每人都是精英 可以做到徒手接机 夺取核电站 说怕给二先生放下了现场直播 只对二先生轻松干掉所有保安 闯进了布施总统的豪宅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 布施总统不得不妥协 二先生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独立 而他之所以回来这所监狱 目标自然是美国最强拳手奥利巴 和刃牙的目标一样 现在是赤手空拳的时代 经过彻底强化的身体 所向无敌 传感器不或因为身体强壮 就发出警报 只要没有武器 就可以潜入各种组织 如今美国有三个令美国惧怕 需要密切监视人 巨模泛马有次郎 关不住的男人奥利巴 也接第二先生 三人都被人造卫星监控着 卫星不断从距地面几米高处 搜集三人的清晰图像 只要其中一个目标移动超过四公里 那一刻 全国超半数卫星 会被迫采取紧急行动跟踪目标 导致使用金用卫星的汽车导航 都会产生七十米偏差 这是预警来了 因老人和任牙对话 预警一警官批断了老人的指甲 然后还要继续动手 任牙立即出手 是出脚劈飞了他的颈帽 预警皆可收拾大路 却刚想动手 就被任牙踢飞 任牙能让关节轻松脱位 双手背锁的任牙 轻松躲过预警的连环攻击 一脚踢去 预警掉了下去 坏了 任牙用脚勾住铁栏 用锁住的双手拉住了预警 手肘也见出了血 然后偏命用力 将一百多公斤的预警拉了上来 摊车翻了 面对糟糕的状况 预警表示 自己会担下所有责任 作为对任牙救命之恩的回报 三天后 任牙重新回到了正常生活 被安排去做打地机的工作 两锤子凿一个 是常人速度的数十倍 铁人麦克下约就要出狱了 他又去争夺全能重量级拳王称号 第一场比赛的时间已经定了下来 然而此时 监狱收到了世界拳席的二百万元捐款 拳席不希望再有罪犯货的冠军 想让监狱 找人费了麦克的双手 奥里巴与二先生 绝对不会干这事 但没关系 还有一个叫嘴巴三兄弟的无赖组合 他们是唇 齿 蛇 这三胞胎 就是嘴巴三兄弟 御长命他们今晚解决的问题 为方便理解 可以想象吃一块鱼 先把鱼放进嘴里 嘴唇碰到鱼肉会将它送进去 一旦嘴唇包住食物 它就逃不掉了 嘴里的鱼被柔软的舌头切断 并送到深处 被牙磨碎 剩余的肉被舌头找到 送回牙齿 直到所有肉都成为虎状 舌头还会找到微小的骨头 送至嘴唇 这简直是最完美的团队合作 当晚麦克被叫到了外面 三兄弟给麦克的战斗力评分 只有3.2 即普通男系的3.2呗 这么低 按说十个人也打不赢他 三兄弟每人都只有一些空手道 拳击柔子的经验 甚至连黑带都没有 三人直言 麦克这样的格斗家 一般战斗力只有成人的1.5到2倍 但现实中 三个卖豪也打不过一个2倍的专业选手 那是因为 他们不习惯三个人合体对决 说话间 一眼打详指转移注意力 另一人趁机改了麦克一拳 麦克暴怒冲过去 却被另一人绊住 脸又挨了一巴掌 麦克被三人 你拳我一脚的暴动 毫无还手之力 其中一单拔腿便跑 麦克没追上 后脑马上又挨了一脚 这个令全世界疯狂的传奇拳手 竟然被三兄弟围着疯狂暴动 这下轮到麦克逃了 他跑到了墙角 对呀 这样就不会再腐背受敌了 麦克用出一步的轮摆式 一味防守姿势 三兄弟尽撞 也摆出了拳击的架势 麦克的防守屁用不管 三兄弟同时出拳 轻松击中了麦克 再来是声东击西的上下配合攻击 单拳难敌六手 麦克根本招架不住 直接倒在了地上 不管多快 麦克只能躲过一拳 同时出三拳 有两拳会击中 一人抱住麦克 另两人开始用他们的高跟鞋 疯狂踢打麦克 连副点预长都看不下去了 该结束了 一人抽出小刀 准备挑断麦克的手筋 这只一只风车突然飞出 插进了墙里 紧接着一只肉球滚了过来 是二先生 他来救自己的同事与有了 二先生给他们讲了个故事 吸引三兄弟的注意力 没有机会趁机干掉其中一个 但他没有那么做 那样就没意思了 说话间 三人已经摆住了 他们最擅长攻击的三角阵型 表情也变得放松起来 他们顾忌重施 其中一人打响指 另一人出拳攻击 然而然没打到 却被尿了一身 这也太太太太侮辱人了 二先生尿了个圆圈 躺到了圈中 其中一人被尿弄湿 铁三角被毁了 傍怒的三战一拥而上 用脚疯狂踢打二先生 二先生的脸被踩成了肉饼 他却若无其事地坐了起来 吹了吹风吹后 风来了 二先生召唤了风 二先生露出了箭实的肌肉 在脸上涂生迷彩 长潮了 该起航了 三兄弟却不以为意 认为这一切都是二先生 在故弄玄虚 其中一人跳上了墙 摆出了四面夹击的阵型 另两人趁二先生 说话时上前攻击 二先生却神速转过脸 一拳击中一人的下落 嘴巴打了五十个拽子后 直直地怼在了地上 二先生简直不是人类 另一人直接吓尿 头也不回地逃了 强者那位也出了下来 二先生没有积蓄攻击 莫丢迷彩 吩咐副典队长料理后事 迈克光年地对二先生 表达了感谢 明天二先生就要和奥里巴比赛了 这时奥里巴竟然 直接将门扭成这样 闯了进来 两人叙叙叨叨地说了半天 大意是 咱俩都有个致命缺点 从小到大 无论什么事情都不想输 而两人对的区别是 奥里巴是为了 他最心爱的女朋友而战 啥奥里巴居然有女朋友 这时任牙出手了 hold住两人的脖领 他实在听不下去 两人在这里打听骂叫 自吹自擂了 可他刚说两句 就被两人一巴掌扇出了门 这时奥里巴偷出了 他的女朋友住过的镇上买的手帕 像舔狗一样秀的 二先生却直接往上边吐了口痰 奥里巴当场崩溃 捧着这块最新的手帕奔出了牢房 明天的世纪大战有看透了 这时大家才知道 奥里巴竟然和他的情人一起住在这所监狱 这哪里是监狱 简直比家还舒服 这个传说中的美女太神秘了 所有人都没有见过她的真容 二先生不禁怀疑 有没有这么个人 莫非都是老欧在吹牛 但事实上 这个爵士美女确实存在 奥里巴爱她 爱得胜过一切 甚至比自己的胸肌还要爱 但不管真假 二先生已经准备痛击奥里巴 如此一来 老欧就不会再在这里享受那些欺人的特权了 再看奥里巴 他的小情人玛丽亚脾气很大 老欧按约定时间带来了玫瑰 玛丽亚却不领情 什么话难听骂是吗 将奥里巴骂得一门不直 滚烫的烟头 酒瓶 花瓶 叶且往奥里巴脑袋这样招呼 扔完他还哭了 再然后又对老欧表达了深情的爱意 老欧对这个女孩没有任何抵抗力 决定将玛丽亚带到决斗场 向俗人炫耀 二先生从昨晚到现在 一直在抱着一个瓶子 他说这里有勇气 一所前所未有的飓风后的第二天早上 这个被岛上俗人视为最早影响的男孩 在悬崖上站了一板 将收集到的风雨送给二先生当临别里 绝对当天没有守卫 因为没人会在这天逃跑 所有囚犯都聚集到运动场上 观看这场巅峰对决 二先生率先帅气的登场了 紧接着是奥里巴 他居然抬着一张超级大床 没错 上边躺着他的爱人 玛丽亚 这时我们才看到这位美人的全貌 没想到这位传说中的大美女 居然是这副身材 俗人都看他目瞪口袋 胖这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他 奥里巴居然说 他满在欣赏你的美丽 还是玛丽亚有自知之明 一口老痰催在奥里巴脸上 奥里巴知道自己是这里的王 自己说眉球是白的 没人敢有异议 一帮劲将肌肉瘴气 飞身跃到场地中间 燕尾福居然直直地立在那里 像一只脱鞘的蝉 人们看呆了 二先生打开瓶盖 一股强烈的风压扑面而来 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勇气 人物摘走了头巾 让奥里巴揪住头巾的一脚 这是松手者输游戏 十六世纪欧洲贵族间的决斗规则 双方抓着手帕的两个脚进行决斗 放开手帕的人就是输家 一个简单却无情的游戏 奥里巴指出 二先生从小练习 用手指进行倒立 到最后只用一根手指 因为这个规则是不是有点作弊 二先生却说 论指尖力量 能将硬币轻松折成四指的奥里巴 丝毫不逊于自己 就这两个大男人翘起蓝花指 各捏起了手帕的一脚 决斗开始了 二先生迅速击出一拳 击中奥里巴下落 奥里巴被击倒 两人却谁都没松开捏手帕的手 于是二先生又从面板补了一击重拳 他知道这拳不足以打败强的奥里巴 但二先生的目的并不在于打倒老奥 只要老奥忘记捏在手上的那条手帕就够了 看似奥里巴正下风 但此时的二先生已经用两只手抓着 老奥却只用两根手指捏着手帕 奥里巴也与二先生的抓法有点不守规则 他也换了个抓法 却换成了小指 这对字典也太有自信了吧 二先生被老说得有点惭愧 放开了另一只手 然后拔出几根胡须捏成鸟 吹向了奥里巴的眼睛 头缝缝的奥里巴闭上了双眼 二先生趁机进的拦腰抱紧 抛向空中 奥里巴虽顺利着陆 却不由的也换了卧板 现在换成 二先生言语他抓得太紧了 说话间 二先生一记脚刀踢中奥里巴 接一记指关节击红 现在换成 二先生用小指握手帕了 二先生再接一记肘击 奥里巴将手帕握得更紧了 接下来 奥里巴又被二先生连连击中 头锤掌劈 鸡面 再看奥里巴 他居然已经松开了握着手帕的手 只是将它放在手心 这还怎么打 这是松开者书吉尔贝托事 让吉尔贝托是酒店大哄 1947年 他是第一个在巴黎乡下利社大街 建造豪华酒店的外国人 1961年末 他被发现从黑手党老大那里拿回扣 组织决定立即处决他 1962年1月 他被机枪包围着执行了处决 处决方式是两人抓紧手帕对战 先放手的人立刻被枪决 年轻高大的挑战者可以紧紧握住手帕 七寻体肉的老吉只能将手帕放在手掌上 只一击比赛便结束了 他在同胞的枪林弹雨中被处决 没想到此时 二先生也将手帕放在了手上 他再次向奥里巴发动连续猛攻 挨了半天打的奥里巴 终于决定反击了 只一掌便将二先生按在了地上 但倒地的二先生依然没有松开手帕 将他放在了手背上 哎两个大老爷们用手帕玩游戏 任牙实在不想再看了 竟然躺在玛利亚怀里睡着了 奥里巴精子松开手 手帕飞了 玛利亚训斥奥里巴 一个大男人还玩手帕 男人间就该简单的 以打倒对方为胜 怪不得任牙睡着了 书画间 二先生飞起一脚 踢在奥里巴面门 这时的第一次全力出击 人物一拳击破了奥里巴的耳膜 人物又用头发捏成鸟 放进奥里巴的耳朵里 准备弄碎他的耳窝 奥里巴怎会任人摆布 钻住二先生的手 用出了真功夫 二先生被他一拳击飞 打了无数个转转后 拍到了墙上 聪明的任牙 成功借助玛利亚达出了目的 这场巅峰对决 终于变得好看了起来 奥里巴也感谢任牙 难以取悦的玛利亚 第一次如此平静 全场囚犯 开始提升高喊奥里巴的名字 但这时 二先生也唱着传歌 一点点站了起来 用沙土涂上了迷彩装 剑步如飞的向奥里巴冲去 一击重提将奥里巴击飞 重重倒地 这下囚犯们 又开始倒向了二先生这边 真是一堆墙头草 但奥里巴很快 像没事一样跳了起来 称自己嘀咕了二先生 自己之前看着弱小 就没认真打 这时风来了 二先生飞速冲过去 左拳攻击 却为奥里巴直接按住脸 摔在了地上 这一瞬间 美国所有装着军用导航的 汽车导航都偏移了 而此时 泳次郎劫持了不实 两人再次来到二先生的手下 小黄面前 不实谎称 泳次郎要攻击自己 让小黄保护他 想借泳次郎之手 干掉小黄 泳次郎没想到自己 会被这样利用 当场发标 而小黄知道 自己不是泳次郎的对手 直接一脚将不实踢出了窗外 而泳次郎已经飞身下楼 接住了不实 表示自己想和小黄的师父 二先生对决 而此时二先生也将倒到了地上 他被揍得有点惨 对想起自己国家 受苦受难的百姓们 再次坚急的站了起来 奥里巴也决定用出真功夫 一绷劲倾斤爆起 将机有力量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二先生也决定用出全力 全身闪着蓝光 到了绝胜夫的手 二先生指了指那边 奥里巴那皮铁的燕尾服 像是有人命令一样 倒了下来 再然后二先生出招了 准备用出地心硬度拳 只一脚奥里巴边北的踢飞 再然后是重中一拳 二先生胜利了 不实总统与泳次郎莫名来到这里 泳次郎主动提出要见他 居然对二先生献出了崇拜的表情 但爱想都不用想 这样的场景肯定是在做梦 二先生已经被奥里巴一拳击灭 陷入了地面 终于奢除了意识 无法再战 奥里巴表示二先生之所以会输 是因为他放弃了对肌肉的热爱 奥里巴故意将肌肉缩成现在这副样子 如果打开关着这些肌肉的门 肌肉会撑爆皮肤 碾碎所有人 摧毁这座建筑 这谁信呢 但奥里巴说 自己一天饭量从未少于一万卡路里 这些肉量相当于五百个饭团 脂肪瓶却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 饭量远超出运动消耗的范围 多亏他一直压着的想要扩针的肌肉 不然监狱里的人早就没命了 任牙却话里话被仇笑 奥里巴是个大话精 于是奥里巴一掌将任牙拍到了墙上 这股力量令任牙响起了父亲勇次郎 任牙摆出了应战姿势 奥里巴却鞠躬斗心 称自己确实说大话了 控制这些肌肉不是为了格斗 而是为了玛丽亚 这肌肉就是为他打揍的 抱起玛丽亚唱着船歌回访了 第二天一到 二先生竟然在枪节间挖了一条隧道 巧人离开了监狱 他没选择从大门离开 算是给月警们面子 临走今还给奥里巴留下一封信 信封里是一张他岛上的钱币 这是封邀请函 意思是想花这钱就来岛上找我吧 一个月前 二先生得知奥里巴是美国最强的人 二话不说前往美国去挑战他 现在终于回来了 得知二先生输了 懂事的人们纷纷聊家常转业话题 气氛又和以往一样欢快起来 第二天点名时 任牙竟提出自己想出去透透气 然后一脚踢晕了一位狱警 再然后顺着栏杆帅气的跳到了楼下 狱警举枪便射 任牙闪转腾罗 避开所有子弹 捣毁大门后 又打晕几名狱警 拿到要手轻松出了门 狱长已守护到门外 原来任牙辞觉是想证明 自己也可以是关不住的男人 任牙被狱长堵在了监狱门口 六名守卫举枪瞄着他 狱长天真的以为自己控制住了局面 任牙却面带微笑不以为意 片刻后 狱长的墨镜碎成了渣渣 这是刚刚见面时任牙弄的 甚至没人看到他的动作 不仅如此 任牙还拿走了六名守卫 每人一颗胸口上的钮扣 他们却毫无察觉 狱长终于意识到眼前之人的恐怖 却为了面子硬撑着 命令守卫开枪射任牙的膝盖 结果六人谁都不敢动 最终出现了这幅史无前例的景象 赤手空前的囚犯 劫持了持天的人质 表面上看起来是狱长空前的局面 实则恰恰相反 任牙协迫到打开了令鸟身大门 证明了自己也是关不住的男人 到门口溜了一圈后 任牙想回监狱了 这是奥里巴雀骑的小摩托出现了 任牙的出现令奥里巴的地位瞬间下降 即使平起平坐 他也无法接受 奥里巴生气了 全身爆发出斗气 终于决定接受任牙的挑战 任牙却的老奥说 你和二先生较量时受伤了 今天就饶了你吧 吃点东西再来挑战 吃点东西再来挑战 奥里巴被气得轻轻爆突 但最后还是克制住了 为显示自己的气量 称自己确实没吃早餐 任牙玩够了 再次严育了奥里巴几句后 牛脸回监狱去了 任牙走后 愤怒的奥里巴 单手将摩托丢进了车库 摔得稀烂 每天不管发烧什么 奥里巴都会手捧心花 去找玛丽亚 雷打不动 二人认识十多年了 依然保持着这份 如初见的新鲜感 进屋时 玛丽亚正在出烟 提出要与奥里巴玩石头剪刀布 为了让她开心 奥里巴故意在出招时 犹豫不决 连输三次 三局过后 玛丽亚累得睡着了 她心里明白 是奥里巴故意让自己赢的 任牙再次被锁上双手 关了禁闭 奥里巴享用了一顿 十万千卡的豪华大餐后 找到任牙 将尿淋到任牙头上 有意羞辱她 任牙却不气也不恼 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只削这所监狱里追牛的人 均往一个不能动的人身上淋尿 这连奥里巴越来越不爽 回头将一瓶价值十万美元的红酒 直接拍成了碎片 奥里巴找到点预长 提出两周后 在全美直播 自己与任牙的终极对决 绝对能让监狱 赚得盆满钵满 预长开心的直冒鼻涕泡 在当奥里巴将此事告诉任牙后 任牙却在直播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只是单纯的 想和奥里巴干一架 干嘛拉上别人观看 任牙表示 我根本不像你一样被束缚住 用腿连踢奥里巴竖下 老奥终于被打醒了 一巴掌拍过去 任牙被直接拍穿墙壁 顶到了另一个房间 决斗正式开始 奥里巴一绷劲 再次脱掉了燕尾服 这条衣服贴在了墙壁上 见奥里巴玩真的了 任牙开始认真起来 将关节以外 把胳膊转到了体前 人物收紧腋下 中断流向动脉的血液 让手臂上的血流走 将手臂和手指编细 轻松弄掉了手上的锁铐 摘掉夹子的任牙 击出一剂有力的左拳 就被奥里巴攥住了拳头 奥里巴使劲一用力 竟然就这样 将任牙直接从墙里拉了过去 房间被打通了 随奥里巴又抓住任牙的手脚 将它像毛巾一样 上下摇摔起来 这力量简直太恐怖了 再然后松开手 扑上去抱住任牙 咚咚咚撞破了数间楼房 人物又将任牙丢到门上 再接机中击 任牙被踢出门外 撞破栏杆 狠狠摔到了楼下 接下来奥里巴也跳到了楼下 任牙突然起身 向奥里巴小腿踢出一脚 却被奥里巴抓住了脚 任牙换另一只脚向奥里巴踢去 再然后 是一连串右脚连击 奥里巴像奥运火炬手一样 举着任牙 将任牙狠狠摔到了地上 任牙像印章一样被扣在地上 形成足有30厘米的深空 经历了奥里巴全力一击的任牙 整个人感觉都要融化了 像五年前与父亲有子郎对决时 被揍的感觉一样 刹那间任牙弹起来了 他刚才所藏的水泥地面 上面的汉子像一张脸一样 只有经历了被封印的击打肌肉练习 才能练成这副魔鬼肌肉练 此时任牙 犹如光板五脏附体 据说光板的体能 甚至超过了现代金牌运动员 奥里巴清楚感觉到了任牙身上的变化 奥里巴绷解肌肉冲了过来 却刚迈步就摔走了任牙面前 御警连眼都没眨 却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将监控录像慢放才看到了真相 任牙在奥里巴还没动时 在0.3秒时一接击晕了奥里巴 此时御警才看到发生了什么 人的意识会迟缓0.5秒 当一个人移动时 信号又提早0.5秒被发送至大脑 比如一把刀飞向一个人 但意识又在0.5秒后才有反应 此时已经晚了 在0.5秒期间是没有意识的 即使说任牙有得超过人类意识的 0.5秒速度 奥里巴却不以为意 因为他还有一招 奥里巴竟然将自己传承了一个球体 简直就像球鱼一样 格斗术确实经常会用到关节 即身体的各个转角处 但将身体全聚成这样 任牙还是被吓到了 但任牙很快用出了最强踢法 跳步后踢 却被弹开了 奥里巴之前曾给预警们展示 他可以随意控制自己的肌肉 将收缩的二头肌移向肩膀 又移到其他地方 看起来就像二头肌在移动一样 任牙的攻击受到内部反向力量抵抗 所以奥里巴才不会滚动 之前任牙对搞红叶时 他也用了类似的招数 任牙决定用当时的破解之术 钢体术对付奥里巴 当年武术老师曾用一个保龄球做演示 这一切就毁掉了保龄球 看起来的动作是很多关节一起完成的 也就是说有很多电子或减针器 如果能把电子变得很硬 人就变成了铁球 铁中六十公斤的老师 就能变成六十公斤的铁球 打破保龄球也就不叫事了 任牙用钢体术击中了奥里巴 一记打铁身后 任牙却被抓住了手腕 被奥里巴像野兽一样吞了进去 人又将任牙吐了出来 奥里巴从球变回了人 这连预警想起了他的童年 他刚刚抓住的那只蜻蜓充满火力 但将他轻轻握着 跑了几个街区带回家后 那只蜻蜓也变得十分虚弱 这给他上了惨痛的一刻 困住生命的行为 会给他带来压力 影响生命力 任牙便是如此 这里不是擂台 如今奥里巴可以随意处置任牙 一定要任牙亲口说 请原谅我 饶了我吧 奥里巴才会停手 任牙据说 就算现在自己不能动 奥里巴也是输家 说话间 奥里巴开始大力踩地 然后再次像吃豆人一样 将任牙吞了进去 任牙却很插着的鼻子 钻了出来 同样的招数 不可能对一流格的爪用两次 奥里巴一拳将任牙击飞 鼻血不停地留下来 任牙提出 两人抛进那些小花招 面对面 像男人一样 用呼嗡的方式决胜负 这时迈克从禁闭式跑出来 大声提醒任牙 你这样的中量级选手 去挑战奥里巴这种重量级选手 根本就是找死 任牙反而更兴奋了 无所畏惧地走上前 与奥里巴打了起来 两人毫无保留地痛击对方 谁都不防守 速度快到 别人根本看不到 奥里巴接接后退 被比自己枪100公斤的镇压 一点点逼到墙边 任牙 忘乎所以地将墙壁打穿 却不知 奥里巴也失去意识 倒在了墙边 恢复一手 玛丽亚也来了 她走了一路来看自己的爱人 也没力气了 奥里巴将她抱了回去 奥里巴当着所有囚犯的面宣布 任牙击败了自己 但她无法忍受监狱里 有比自己更强的人 妹子竟然让点狱长 直接将任牙送出了监狱 任牙的事 很快经崔上位之口 传到了父亲永次郎那里 此时两人 正在历史博物馆里聊天 崔上位 喋喋不休地问着永次郎 你能击败这些生物吗 最后竟然问他 你能击败这只霸王龙吗 永次郎变态般地笑了 美国科罗拉多州 某废物隔离试验工厂 地下701米处 矿工们竟然在1.9亿年前 形成的透明岩枪中 看到了与霸王龙决斗的永次郎 分马任牙 更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说实话 我感觉这一部没有此行犯片 以及大擂台赛片好看 新出産的人物 只有麦克 螳螂哥 嘴巴兄弟 以及二先生 麦克只是个配菜 螳螂哥既哑又面谈 十分无趣 只有嘴巴三兄弟 以及二先生还值得看看 虽然我觉得这部有点无聊 但鉴于前两部 大家反省还不错 最后还是决定 将这部一起做了 希望下一部能更好看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吧 大家别忘了动作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下雨过 给我更多潜在的动力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就算了 咱们